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佩恩是长门用来传播痛楚的代言人的统称 也是长门前后操纵那七具尸体傀儡的代号 而借由自己所掌握的六道之术 长门可以通过佩恩这个端口 使用天道 人间道 修罗道 地狱道 恶鬼道 书人道 这六种轮回眼的能力 再加上佩恩们世约共享 死而复生 没有本体 这些个超出人者认知常规的特点 也让佩恩站在了当时人界的顶点 那么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长门的佩恩六道之外 还有谁曾经使用过佩恩六道的能力呢 其实这里第一个要讲的 就是咱们的圆梦大师 药师兜 药师兜虽然没有轮回眼 但是却又有关于佩恩六道的各种情报 手下还有通过灰转身之处复活的长门 这样兜能在四战期间也过一把带打的瘾 在宇珠波佑借由别天神跳反之后 药师兜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远程登陆了长门的账号 修了包操作 先后使用六道佩恩的能力 前日做了名人和奇拉比 特别的能力让奇拉比都知乎意外 在最后还试图使用地宝天星来一窝端 虽然这次战斗以失败告终 但是会图传生之处到底有多bug 六位一体的长门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 这场战斗也算是传递出了相当的信息量 在要收斗之后便是宇珠波带图 毕竟带图不光拥有正版轮回眼 还是实在在打造过一套新的佩恩六道 并且带图的新佩恩六道那也是非常有讲油的 除了轮回眼视觉共享之外 还加装了血轮眼 还是会图转生之躯 此外还让前代的人助力们继续承担以捕获伟兽的容器 这些都是带图为了捕获名人所做的准备 自身机动性满满的带图 亲自带着六个人助力陪人抓人 所以相较于长门的陪人六道的中规中矩 带图的新陪人六道要更加放飞自我 除了共享视野之外 基本没有先前的影子 在战斗中 新陪人六道们主要展现出的也都是伟兽们的能力 而在故事中 借卡西和阿凯之口 也给出了角色们自己的理解 一是陪人六道的术已经被找到了应对之法 二是单凭同力控制尾兽已经消耗太多 所以新陪人六道就不再也不能使用原本的六道之术了 当然建立在创作角度上 如果新陪人六道跟先前大差不差的话 也是妥妥的审美疲劳 这么塑造也是为了让读者 对其他几位人助力和尾兽有更多的了解 同时方便未来名人与九尾以及其他尾兽的剧情发展 但是除了新陪人六道之外 拥有轮回你的戴图 自己也曾经使用过或意图使用过 陪人六道的能力 在要是都掳获大河之后 呆图就曾经考虑过用人间道的能力 直接从大河身上获取忍者联军的情报 在人间大战中 呆图也曾经接触过带有九尾查克拉的卡阿西 但是下一个镜头中 卡阿西的九尾查克拉就不见了 所以呆图可能也是在这里 使用过恶鬼道吸收查克拉的能力 在与卡阿西神威翼空间的战斗中 呆图也夺得将六道之术的查克拉黑棒当作武器 当然所谓轮回眼的使用者 兼长迷轮回眼的启蒙者 师承宇之波班的戴图 能够掌握关于轮回眼的情报 或者在拥有轮回眼之后 使用六道之术以及外道之术 也就一点都不意外了 因此在戴图之后 我们再来讲一下宇之波班 就像自来也曾经听闻的那的传说一样 拥有轮回眼的六道仙人 让曾经互乱的人界回归安宁 人界的战争与和平 也一直与这条轮回眼离不开关系 宇之波班在终末之谷大战后 获取了周间的血肉 让鹰图罗和阿修劳的查克拉得以结合 引导出了六道仙人的力量 所以让班最后成功开启了轮回眼 这双轮回眼先后展展于长门带途 最后又回归班的身上 物归原主 所以说作为轮回眼的真正拥有者 宇之波班才可谓掌握了轮回眼的真正力量和传承 比起像无限阅读 轮目编语这些能力 黑人六道在其中 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了 因此班在这些技能上用的就更为精妙 在会转生期间 面对忍者的群殴 班就曾经多次使用恶轨道的力量吸收人数 甚至借着恶轨道和会转生的力量 吸少大眼目 玩弄无影与鼓掌之中 再或者像缠门和带土那样 使用六道之术驱动的查克拉黑棒作为武器 而在获得完整的轮回眼的力量之后 班也展示了天岛中地暴天星的另类用法 当然入身之躯尚未获得正版轮回眼之时 班还是吸收过他人的查克拉 个人推测的话 应该与五眼班使用虚的龙虎类似 虽然无法使用眼睛 但是同力还能支撑班使用小部分轮回眼的能力 让班能够使用恶轨道吸收他人的查克拉 这一点在后来的佐助身上也有类似的案例 只不过随着带土和班几人的相继阵亡 关于轮回眼的传承也走上了尽头 这就苦了咱们的佐助 所以在漫画中 佐助就是使用过天道和恶轨道的能力 如果说给这两道加一个共同点 那又是 这都是佐助看到班曾经用过的能力 佐助看班用过地宝天星 所以他知道轮回眼能够发动地宝天星 佐助看班用过恶轨道 所以佐助能够吸收名人的酒尾查克拉 并且骄傲地说 这是轮回眼的能力之一 失去了手把手的延传身教 佐助也只能先通过回忆 回忆先现轮回眼拥有者 发动过的能力进行经验总结 这让他能够率先掌握天道和恶轨道的能力 而这里佐助的恶轨道也与五眼般的恶轨道类似 因为先前超负荷使用查克拉 佐助已经难以控制轮回眼 被迫避眼 但是佐助在最后仍然以同力使用了恶轨道 所以说 经历在这种经验传承的基础上 中化原创里给忠摸之谷中的佐助 加上了万象天影能力的使用剧情 算是稍稍合理中的不合理了 好 讲到这里 本期的吸收火影也就基本结束了 当然关于《轮回言》、《黑与六道》等等 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内容 后面有机会的话 在这慢慢到来 这里是今夕日 我要继续为您来关于火影的各类解析内容 咱们下期再见